各位好,我是彭卉鑫 港股今日整體走勢維持上落局面 自從指數在10月5日 由低位是23,681點 逐步反彈上來 不但修復了20天線 亦修復了50天線 去到26,000水平的樓上 整體上,在上星期三上到26,300附近的水位之後 開始走勢轉入整固的局面 相信同時,整個市場在10月累積了2400多點的升幅之後 整個走勢都在短期內 會維持一個明顯的整固 以及開始逐步消化高位的沽額的情況 不過看到,今天指數全日的波幅 明顯的波幅是大概在300點之內 仍然沒有向上進一步突破之前的高位 也沒有跌穿在上星期三開始 形成的上升熱口的頂部 以走勢去看,短期仍然是繼續看到資金 願意追回入行資成份類股份 亦都繼續看到,譬如航運類股份 甚至是一些中資的科技類股份 仍然願意繼續反彈 也有助於整個市場在短期內 繼續向上的現態不變 現在看到,整個市場成功收穫到25,000 這個水平,正正亦都回到整個恆指 由去年的低位是21,139點水平升上來 完成那個升浪的總升幅 是61.8%的回調幅度流上 在這個走勢上,回穩了 有助於整個市場逐步逐步 完成一個急跌後反彈 以現水平去看 暫時行至,仍然是繼續向著 是26,500這個水平進發 這個水位來講,正正亦都是 整個大市有今年2月份高位 是31,183點跌下來 低位見過是23,681點 整個跌落總跌幅 計算是38.2%的反彈目標 以現水平去看 20天的移動平均線 也就是保利加通道的一個中族 由之前向下延成的下跌走勢 在近日開始是回穩和作為反彈 有助於整個保利加通道的頂部 再向上移 都相信對於港股在短期裏面 繼續向上示範 26,500這個水平 是有個機會在 暫時看來講 港股在短期裏面 成交額應該會繼續偏低 也看到指數在高位裏面 維持上落的局面 不排除在短期裏面 投資者仍然繼續看好 中資科技類股份 帶領整個中資科技股 繼續向上推進 謝謝